因為冬天的時候有的人 他可能長輩他也不太方便 出去外面運動 那我們在家裡面有什麼樣的運動 可以讓自己的血液循環變得更好 所以要怎麼讓腹部這個地方 有肌肉又不用出門呢 來 我們現在做一個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一起做 我們雙膝病在一起 然後用力的手包在身體上 手包在胸前 然後雙膝用力的抬起來 那有沒有覺得這個時候有感覺 是不是要坐後面一點 稍微坐後面一點點OK的 觀眾朋友可以跟我們一起坐一看 對 我們稍微一起抬起來 上班族可以坐 我覺得沒問題 你中午就算在位置上休息 對 肚子出力 往上做抬腳 這個動作 抬腳的時候是要吸氣還是吐氣 這個時候吸 抬腳的時候 我們用力抬起來 因為出力嘛 這個時候其實建議吐氣 這樣比較不會有憋氣 造成血液要伸到太高的感覺 第一招就這麼難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覺得很暖 而且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啟動下腔 這個地方出力 所以我們其實促進了整個下腔 這個時候血液的循環 我們剛剛郭醫師提到的那個下腔的大靜脈 這個時候就是產生了 這招太好 郭新聞在攝影棚裡面很冷的時候 沒錯 很好用 就可以開始往上 再來第二招我們來上腹肌 要一起訓練 所以我們稍微往前坐一點點 然後雙手一樣放在胸前 我們往後稍微靠到椅子背上 然後坐起來 所以要坐前面一點 有些老人家說 我好癢 我其實都坐不起來 但是你這招坐得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往後躺到 你覺得有一點吃力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回來了 就這樣小小版本的偷懶式養卧器 這個還不錯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腹肌可以 對 完整的收縮 而且你可以這樣重複一直到 肚子有點累了 就休息 我們末梢是最最重要的 對 手指尖 腳指尖 我們剛剛前半有講過手指尖了 我們現在來講腳尖 然後說 抖腳槽 我有聽過 我們這樣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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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好看之外 其實效果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抖腳槽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出力的做踮腳 而且交替 而且用力用你的小腿 我們還是坐著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小腿要必須從側面看 小腿用力踮起來的時候 是用力出力 所以你側面的小腿線 應該是要跑出來的 有沒有 肌肉這條線 對 你踮起來的時候 這個小腿線要是這樣凹起來的 然後 踮腳之外 我們還要做往上翹的動作 往上翹 所以我們是交替的做一個 是類似像踏步一樣的動作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下 這個還跑斜條度紋 對 斜條度紋 這怎麼這麼難 這個東西又可以順便預防失智 真的 好難 我們訓練一下小腦的功能 真的嗎 一下 有沒有覺得 整個腳腿前 腳腿後 包含你的腳趾尖 剛剛是不是忽然間 整個閃住對不對 你的腳趾尖這個時候 都有覺得熱熱的暖流 開始過全 我覺得我連大腦都熱起來了 尤其我們剛才做完 就是下腹腔這個地方的運動 我們等於啟動了 整個下半身循環之外 我們現在把血液整個推到下半了 然後藉由勾拉勾拉這個運動 又讓這邊的動脈跟靜脈 他們互相的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用你自己肌肉按摩 最有效了 所以我們在家裡 可以做完剛剛那一套腹肌操之後 來做這個抖腳操 那我們是不是速度加快 那這個會不會變蘿蔔腿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家從不一直做的話 這些肌肉他們是做一些 比較輕量類似像有氧的肌肉 所以其實是可以瘦小腿 我們到最後下半身循環之外 我們到最後下半身再次 我們到最後下半身了 是無法驚奇的健康 那你就放心 大家非常確實 可以 還有一不自然的踏 更加插手 好好對